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姻的最初都是因为爱情 可婚姻的最后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变成亲情 想过过不好 想离离不了的婚姻比比皆是 中年的我们和青年最大的不同不是没有了心动的感觉 而是责任要远胜于爱情 恋爱中的两个人只过好两个人就可以 没事可以旅旅游 下班可以看看电影 婚姻中的两个人没有旅旅游的日子 因为太忙碌 没有看电影的日子 因为有孩子 其实婚姻过于平淡 相看生厌 实属寻常 毕竟现实太过经济 我们各自都有压力 不得不承认 中年人的身体大不如前 从前熬个夜 睡两三个小时就精神饱满 如今下了班 只想把自己扔在沙发上懒得动弹 有多少夫妻是因为缺少关心而疏离 有多少夫妻是因为太过懒散而争吵 有多少夫妻有这种思想 反正对方会做到 我少做一点没关系 其实夫妻之间的冷淡 都是因为懒得为对方付出 明明动动手的事情 却想要指使对方 懒得付出是婚姻的大忌 感情不对等 懒得付出是婚姻的大忌 感情不对等 付出越多的那个人越苦 婚姻走着走着 便会陷入争吵 不能自拔 一个不断埋怨 一个无动于衷 夫妻本是共同体 却活成了一个东 一个西 夫妻本是连理知 却睡成了背靠背的陌生人 从什么时候开始 夫妻两个人之间变得如此沉默寡言 是从她第一次和你倾诉 你不予回应开始 还是从她第一次表达意见 你激烈驳回开始 道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出来的 如果你一直对她冷漠 她的热情如何还能升温 如果你一直对她数落 她的真心如何还愿掏出 多少婚姻关系 是因为不懂沟通 不愿让步 才变得日渐凉薄 最后成为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想要让婚姻和谐 就要多一份珍惜和体谅 能微笑别发火 能关心 别沉默 爱人先爱己 责人先问己 这句话适合一切关系 夫妻两个人相处 先是自己 才是夫妻 如若你把眼光 多放在成就自己身上 不要总是怀疑对方 心便不那么累 如若你把时间 多放在经营自己身上 不要总是抱怨生活 人便不那么烦 天下本无事 一切由心起 你有什么样的心 就有什么样的世界 夫妻相处 你懂得包容 你们的微笑会越来越多 夫妻共事 你懂得倾听 你们的纷争会越来越少 夫妻说话 你懂得幽默 你们的相处 会越来越甜 生活会因为你的乐观 更加精彩 婚姻会因为你的闪光 更加幸福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守候 如果您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底部 给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晚安 好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